尊心、養心為人生第一義 人生在世其實很容易,因為你盲於各種事物,你有很多的思想,你有很多的情節 所以我們常常忽視了我們內心的真實感受 因為我們在盲於各式各樣的事情,一定要完成這個,完成那個 因為我有很多的想法,我覺得應該這樣,應該那樣 或者我有很多情節,我一定要,我心感上,我一定要如此,如何如何 或者意識形態,那跟思想比較近,但是比較更,一定如何了,更沒有彈性了 這些事情其實做下去之後呢,它會讓我們不顧我們內心的真實狀況 我可能明明覺得不舒服了,不對了,但是一直要做 恐怕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生都如此,所以人生有很多的所謂的煩惱啦,苦痛啦,這個糾結啦,甚至精神上的這個莫名的一種難受分裂 其實都是不夠尊重自己的心,那這個問題在現代世界裡頭尤其嚴重 為什麼?因為現代世界的花樣多,事情多 我跟諸位講說,我們在這裡談的,是要怎麼運用古典的智慧,深入古典的智慧,來駕馭現代性 因為我們畢竟是活在現代社會裡頭,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在啦 不過絕大絕大多數人是必須活在現代社會裡頭,那你怎麼駕馭它? 現代社會裡頭更讓人覺得心思容易的,紛亂、煩亂、衝突、矛盾一大堆 我感受到最重要的事情,其實莫過於尊心、養心 也就是說,你要很尊重你自己內心的真實的狀態 假的一旦覺得不對,你要聽它的 事實上你如果聽它的,你結果會做得更好,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說,我現在這個事情,我非要這麼做,我不這麼做,做不了 其實不然 那我自己每天處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的經驗是這樣 你越聽你內心的,事情做得越好 你越不聽它的,保命問題越多 簡單說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心是很靈的,很厲害的 這個心啊,我們今天這個心是有從我們的遺傳來的 從我們的文化來的,從我們這個從小以來的經驗來的 所以可以說人的本心,本能就有的 那麼再加上一輩子累積的,其實它裡面呢,它很有本領 而且更妙的是說,它不光是可以擁有很豐富的累積的知識 它有它一個沒有辦法改變的那個性命之理 古人講心同性情,人有一個天性 背後還有一個天道的,這個是你不能違逆的 你違逆它,人會不舒服 所以其實我們越遵自己的心的時候 我們人生其實越容易安頓,事情越容易做得好 你不遵心的時候,你就常覺得你會做什麼 做很多事被工辦,徒勞無功 心也不靜也不定 所以因此,你做的都是那些急躁躁的 現在看起來好像你覺得被這麼做的 其實很可能有更聰明的做法 很可能有更能夠掌握重點的 更能夠符合事情真正需求的 也比較符合內外狀態的這個做法 你不肯,為什麼呢? 你有很多習慣,很多的既有的思想 別人的意見,充斥在你的腦海裡 於是你告訴你自己要這樣做 如果它是對的,你也會覺得舒服 偏偏不信的是,常常它是只照顧到一篇 照顧到一部分,於是你就會感覺不對 再進一步講,心跟思想的關係 心比思想要深層 思想在我們的腦子裡很重要 沒有思想,人很多事情不知道,不明白,無法處理 現代性尤其是建立在思想跟理性之上 要有充分的理性跟思想才能夠掌握現代性 可是呢,它是一個比較已成的固定的 不那麼能夠當下的對應你所面對的各種事情 所以人都按照自己的已有的思想去做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它會跟自己跟外面都產生很多衝突 譬如說吧,政治上有很多的高層 它做很多事情,但按照它的思想 但是它的思想是不是能夠真的能夠照顧到這個社會大眾的 或真實的內外的這個外交的政治經濟的狀況 未必然 所以老子講要放空 儒家講,人是包含廣大的意思 你要放空了就能夠包含廣大 所以以前說聖人體,我說孔子啊 其實內心是很空靈的才能夠照顧這麼廣大 所以我們傳統上講心 心比我們自己知道的思想跟知識都要廣大 深遠,豐富,也空靈 至少就可以空靈 所以心很靈的,很靈的 只要你心裡覺得不對,你人就不舒服,就不安 不安你就要調 那諸位有的說,我沒辦法,我現在這個事情我怎麼做都不安 或者說我正在這個事情上頭,我心裡覺得不安 可是我停不下來 你如果停不下來 因為這種人對於你現在我卡住了我 我這個綁架的上架,非這麼做不可 那等他告一段落的時候,你要管他想說 下次要怎麼讓自己不要再落入這樣的處境 如果每一次都是這種處境的話 你就要考慮說,我現在這整個狀態對不對啊 我的職業,我的學習,我的整個東西對不對啊 我怎麼怎麼做都不對啊 聽懂意思吧 那我下次不要讓自己再落入同樣的處境 所以,那有人會說,我怎麼搞心都不安 那確實呢,表示問題比較多 那怎麼辦呢 先從比較容易的左手 你總不至於說每一樣事情都不安 那就是比較嚴重 那就可能真的要做更徹底的心裡的 不管是整治還是涵養還是修行的功夫 那如果說,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說,有時候不安,有時候不安 有時候還可以 對吧?你就先把你那些比較能處理的 盡量先處理 你慢慢處理久了 你對於自己心裡不安的問題 就能夠越來越懂得處理 人的心很靈的 一有不安,他知道 這個不安的原因也是非常的複雜 不這麼簡單 他有眼前的,有忠誠的,有遠誠的 有從很遠的過來的這種 但是一層一層一層 所以你遵你自己的心的時候 你就慢慢能夠處理這些事情 而且要養這個心 什麼養心? 養心就是一件事情 進一步的講,就是說 你重視你內心的狀態 那麼,因此你要養得它 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就跟養一個植物 養個寵物 一樣的道理 它怎麼樣比較好 你要這麼去養它 它如果奄奄奄奄奄奄 它不舒服 它挖挖叫了 它這個不行了 你就換個方法 不能這樣養,對吧 讓它養好 對自己的心也一樣要養好 那麼,尊心養心 自然就能夠修心了 而這個是最真實的 我為什麼不直接就講修心? 因為我們一般講修心的時候 常常會拿一些現成的 你所相信的道理 說叫我自己造的做 剛開始這也是個好的方法 可是你要更上層樓的時候 光這樣是不夠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拿一個已有的思想 來硬要自己這麼做 做久了其實未必你是安的 意思是說 你沒有真正面對你自己的心 人都容易這個樣子 我自己很常識戀你這樣 我跟諸位說過 因為家庭關係 因為自己性格的關係 所以一直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套的道理 能夠處理人生一些內外的問題 那人就比較容易活在自己所想的那個道理的世界裡頭 那又是教書的人 那這也容易 但是實際上來講 那個東西不就等 並不等於你自己真實的內心的狀態 所以有的時候 你硬要那麼造作的時候 可能你理解錯誤 或者說你的做的有問題 你的心並不見得 就覺得好 那麼 當然有時候自己就堅持 堅持下去 這個 就是當時覺得很對 覺得很安 事後回想看看 其實 其實自己當時 當時如果 心能夠放鬆一點 知道說 當時那樣子的堅持 其實是有問題的 不是說要大家 不讀經 不重視道理 那個還是 我們學習的 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如果 你不把這個東西 跟你自己的內心 合在一起 不尊心養心的話 這些事情 沒有辦法真正 變成你的生命 那大家聽到這樣講 說我講的東西 不就進於王學了嗎 確實是進你的 王學 楊明講心極理 楊明講心極理 其實順的這一個心 他自然就會帶到 理的地方去 楊明講良知良能 是沒有錯的 我們的心 自然 就會知道 是好物是非善惡 你要真的跟著他講 真的跟著他走 這個問題 就能夠解決 這樣 但是我為什麼不直接 就用楊明講良知這個說法 因為我們現代人 要處理的很多問題 往往不光是倫理上的問題 還有知識上的問題 實際要解決很多 面對我們各式各樣的生活裡頭 工作裡頭 行業上具體的困難問題 這不是一個 不光是個良知問題 或者說這是個廣義的良知問題 我們要處理四面八方 上天入地的各式各樣子的問題 那這樣子呢 誰來告訴我們怎麼樣是好跟不好的 其實還是我們的心 心會告訴你 心很敏感 所以我覺得尊心 養心 也可以說是個更廣義的良知 它不光是倫理道德了 不光是是非善惡了 它是教我們可以處理一切事情 那麼 這種講法的源頭 當然還是出自於如是道三家 那麽 佛家講心性之學 理學家也充分地學到心性之學 那麼 講這個純心養性 那麼 儒家本來解有自己的 言真思夢的心性之學 道家也講這個如何內修 所以 這個道理相通的 本來從古人來 那麽 我們是要如何做一個現代人 讓他能夠貼切地進入我們真實的 分分秒秒的生命 那麽 當下集市的層次太高 但是也是我們要追求的 也就是我的心當下就要能夠安的 不敢說這個就是究竟 那個境界高 但是朝那個路是走 這樣子的尊心養 其實人 可以進步得很快 因爲這才是你真實的 而每個人的道路 每個人不一樣 你才會面對你真實的自己 那就譬如說 每個人的思想方式不一樣 有的人常於邏輯 有的人常於綜合 有的人常於觀察 有的人常於體驗 那有的人是偏情感 那不光是思想 就是每個人對應世界的方式不一樣 這個你要尊重的 你要以他為主 你才能把事情做得好 我們都是抹殺自己 看別人怎麼樣 就只想照著做 其實那樣不行 每個人常處不一樣 有的人適合當工程師 有的人適合當音樂家 有的人當律師 有的人當學者 你要這也要尊心養心 才能夠變成 這也是我在這邊講的東西 不光是良知了 它跟良知學當然是很近 但是這裡要處理我們現代人 其實良知學發展下去 陽明就有講 說是各順其才性的道理 相通的 只是因為古人講事情 他習慣上一定要引這個經典 就是孟子的良知良能 我們現在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應該更開一點 不是一定說是一定這句話 非出於聖人的哪一句話 才能往下講 其實你們讀古書多 古人是 比如韓燕、虛用盡 這些話都不是他自己發揮的 這是倫語都有的 他轉一個話來說 都有根據的 這是好處 好處就是說 他有幾千年的這個經驗 不是自己在那從頭摸起 但是呢 就像我剛剛講 我這個講法有他的來源 如是道三教的來源 但是我們面對我們現代人生的時候 他要處理現代人生的各種問題 或者不光是那樣子 他是可以從那裡過來 但是他可以應用天下的萬事萬物 包括我剛剛講的 你今天出了一個工程問題 出了一個法律問題 出了一個知識問題 你在寫論文 你在做什麼 你都要遵你的心 養你的心 這個事情才做得好 才能按照你該有的方式做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很多微妙的道理 這個心很明明的 這個 人的心本來很柔軟 他可以學各式各樣的花樣 我可以 這個事情我可以學的這麼做 比較有效率 那個事情我可以學的那麼做 比較有效率做得好 這都要遵著自己的心 所以這樣來講 這個一心可以通於萬法 可以通於一切的事情 如果能夠從這條路修下去 我個人覺得 是對於我們既繼承傳統 又掌握現代性 更重要的是 完成我們自己的生命 那麼 己利而利人 己達而達人 這當然都不是只是 一個為己的東西 因為 我們自己的心都不定了 不安了 你憑什麼 來貢獻這個世界 不可能這個事情 而且人的心本來通乎內外 就像小孩子心裡頭 本來就有父母 就有親人 你把親人從他身邊奪開 他的心當然是很痛苦 造成一輩子的傷害 我們的心裡頭本來就有 心人 有周圍人 有天下國家 但是 他是在我自己的心裡頭 當下的這個心 要時時刻刻的 當下即是地去尊他 不敢說一下就到達這個 舊情的境界 但是 時時刻刻的尊你自己 當下這個心 讓他能夠安 讓他 能夠 變得好 你自己知道的 自己知道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 我自己到這個年級的 覺得這個修養上 是至為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樣 一路下去 通於成初學 我本來是學成初學出身的 道理本來就在心中 所以 初次講心統性情 情是你當下的狀態 性是你一個究竟的 一個狀態 究竟所安 你當下未必安 你究竟安的地方 就是人性之所在 也是你自己本性之所在 所以 用了久的話 自然就會能夠明心見性 自然就明白了 這個並不相衝突 而這個事情 是可以通於 我們現在的一切的科學的研究 科技的發展 政治經濟社會各種事情 一樣的 你的心會告訴你 怎麼樣 才是比較好的 他也是可以駕馭 現代的科學理性 和各種知識 還有各種體制 這是我在這裡 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一點心得 有問題可以盡量提出來 是心靈要問嗎 是心靈要問嗎 這段時間 聽完先生虛心的功夫 這段時間用了 修煉了 看人的時候 感覺以前 不謙虛的人也變謙虛了 不虛心的也變得更虛心了 這樣 這樣的話 再往上一層的話 如何 如何再往上一層 想請問 看著別人不虛心的也變虛心的 就在在大街上看不認識的人也是 都像聖人一樣 感覺他們都很虛心的人一樣 因為我自己虛下來以後 那楊密學的不是一句話嗎 你看滿街是聖人 滿街看你倒是聖人 有點這樣 但是再往上一層的話就不知道 你這個東西啊 你這個東西啊 比較都還是澄清在自己的這一個 思想裡頭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這麼做 看著大家都覺得說 可以接受的挺好的 人人都好 這個是一個光景 這個是不錯的 因為我們人旁邊看滿街人 都覺得很討厭 所以能夠看到滿街人 都是聖人 這個很不錯 佛家講看的滿街人 都是菩薩 這個很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你跟人交往的時候 那才是實在的 我們說實在過招 你現在看這你心裡覺得很好 一個光景 也讀楊明學嘛 人其實都是有良知良能 都有善心的 所以交往的話 沒這麼容易了 那跟這個親戚朋友 跟這個對象 在一起 偶偶就發現人跟人之間的 衝突矛盾還真不少 那個才是真的 所以你現在這是一個 你看到一個光景 在網上很簡單跟我講的 世上磨裂 楊明也這麼說啊 我剛才講的真心養心 就是在世上磨裂 聽懂我意思嗎 在具體的跟人的交往 跟事物的相處 事物的處理當中 時時刻刻磨裂這個心 這個心都要能夠安 都要能夠樂 都要覺得好 都要覺得光明自在 這個彈何容易啊 這才是真正的 我們說面對人生的各種的挑戰 這樣明白嗎 明白先生說的 OK 這個 我先看看 怎麼才知道我的心現在養的好呢 養的好你自己 就開開心啊 就像一個養的好的一個動物 養的好的植物一樣啊 你看你自己養不養的好啊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你會感覺對了 你要不好的時候心裡就衝突 矛盾難過 心很敏感 人只要信上用功看一信 萬里燦爛 這個 我跟你講你現在心裡已經講 這個都是思想 我們都經過這個過程 讀理學家讀到這個覺得說 萬里燦爛 一切種種都好 這個都還是只是在自己的思想裡頭 真正來講 是要實際過招的 明白意思吧 要實際上處事情 就事上磨練 都還能夠這樣 那才是真的 必有事件而誤證 那時候講的誤忘誤助長 不太一樣 這個前後是不太一樣 那那個孟子的意思是要順著他 這個 掌 這就有點 就是你不要壓描助長 順著他掌 不要勉強著他掌 那跟陽明講的 事實上磨練不太一樣 因為陽明講良知學 良知 他容易看得輕易了 好像 學到一定的創造 覺得我內在很有良心 看別人也都是好人 光這樣是不夠的 你要實際上處理 各式各樣的事情 都能夠處理 很好 就是努力在人上做 那這個心還要放空 就是 不能夠留在自己的 因為一不小心 會變成意識形態 你自己覺得好 也要別人覺得好 也要放空放虛 感覺到對方的反應 這樣來往之間 真不容易 就會知道 人生真的是不容易 好不好 很好 就朝那個方向 就事實上磨練就對了 你 你在世上 這個尊心養心 來 沈俊 老師好 就是 其實我就是屬於 你剛剛說的那種 從小就喜歡 把自己的這個 身心啊 直接安到一個既定的 聖賢給的框架當中的人 而且也挺久了 然後呢 就 所以就會很用力 然後 現在一事半壞 這種用力也趕不過來 就對自己很多 要求吧 但這種要求呢 反而它會造成一種掙扎和衝突 因為它把我真實的那種感受 那種心啊 就給壓抑了 對 然後呢 嗯 很多時候呢 也都很著急 非常著急 想去把很多事情做好 那反而呢 因為這種掙扎 反而就會想去逃避 想去拖延 是吧 對 然後內心呢 就很多 也有很多焦慮吧 很多壓力 想做很多事情 但一直不滿意自己 對自己不滿意 就想請教老師 想做這種情況 應該怎麼做呢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人啊 常常會因為一堆的道理 一堆的思想 那還有其他 我們是比較學理型的人 那有些人是比較情節 或者事情 就奪去了 這不是你的真心 這只是你讀了 學到的一堆 也喜歡的 渴望的 一堆道理跟思想 你要真的落實在自己的生命裡頭呢 不是這樣硬的照他來的 而是要從我剛剛講的 要尊重你當下真實的心這裡開始 你放心 如果說他真實有道理的話 你真實的心會慢慢走向他的才對 如果你的真實心到最後不走向他的話 就表示說那個不是道理 對不對 我人到最後其實 變得是像 那個 尼采或佛寇講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那才是真實人生的話 坦白說 你又怕什麼 有什麼好怕 聽懂我意思嗎 哪個才是真實的 這比較重要 如果說 人生真正像 尼采或佛寇講的 就是欲望 就是權利 那個東西我們人才會覺得安的話 那就這樣嘛 Let it be 人就這樣 人也不需要有現在這種文明 坦白說 就大家整天就打打殺殺 然後 互相 互相的這個 攫取 按照自己的欲望 愛怎麼搞怎麼搞 如果這樣才能安的話 如果人天天這樣 那就Let it be 別擔心 人性其實並不喜歡 那樣 這才是孟子所講的 人性本善 人並不喜歡 那樣 但是不是說 我拿個 我從來學到的 我嚮往的那個道理 這個 把自己往那裡框著放 然後覺得充足矛盾一堆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你要真的相信這個事情的話 你要相信自己的心 相信自己的本性本性 孟子的性善論最大的價值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 人的本性是喜歡 你現在嚮往的那個善 所以 盡心之性 盡心之天 孟子是太高明了 講一點都沒有錯 盡這個心就知道人性之所安 盡人性之所安 盡人性之所安就會知道天道 但這個功夫呢 必須要從自己當下的心去下 否則 那只是一番 好像很好的道理 講起來聽起來 自己嚮往 但是不是自己 所以這是為什麼 陽明學的可貴在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到了晚明的時候 這個王學騙天講 因為這個道理已經講了幾百年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怎麼落實呢 陽明講良知 這講得非常的好 就是從我當下這個心去落實 心中自有良知 這話講一點都沒有錯 那我在這個基督節 把它擴大了講 心中還不光是有之善之惡 之之之為良知 心中還有這個處理 一切事物的這個良能 一切的本領 都在這個裡頭 先天後天的都在這個裡頭 這也是源於人 當然一切源於先天 但也加上後天的這個陶冶 所以心當中包含的東西非常廣 就是朱子講的 虛靈不媚 以具眾理應萬事 就很對的 大學知道在明明德 什麼是明德 虛靈不媚 以具眾理應萬事 沒有錯 但我以前學朱子學的時候 總是學這個人 學這個話頭 心是可以這樣 但是沒有辦法 真的就落實到當下這個真實的心 那就還是不行 理論上其實就是實際上 你必須面對你時時刻刻的這個心 他心其實是向善的 希望你自己變更好 就像你現在這麼向善一樣 你為什麼羨慕聖賢 那當然是向善 人都希望了 但我現在做不到 現在做不到 你就要去體貼他 認識他 接受他 他會自己一個一個 把這些問題處理掉 不用擔心 明白意思吧 謝謝老師 我聽到特別受鼓舞 鼓勵 你特別感動 特別受安慰 不用怕 從自己當下的真實的心開始 好吧 慢慢慢慢一個處理 自然會 做事到心安程度 可是身體狀況覺得不好 知道為什麼 這個就是 還不是真正的心安 也就是說 這個心安的不夠深層 心要真正安的時候 身體狀況會好的 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身心一體 我們的心 我們的傳統 古人講這個心很偉大 我們講思想 講頭腦 跟身體比較容易分離 心 在槍子裡 不容易跟身體分離 所以心會反映身體的狀態 如果你身體狀況 覺得不好的話 你的心也會覺得 有些地方不舒服不對的 所以要說你要體會得更深層的時候 就會自然同時處理身心的問題 那這一點 中醫裡頭講很多 這個全家 練功夫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 身心是一體的 不會分開的 在明白吧 你更放鬆一點 那更鬆沉靜定一點 就會體會到說 一定身體上有什麼東西 其實你還是掐著它勉強 大家才會不好 當然有另外的顧忌是另外的問題的 有病看病 有病治病 你都經常別論 但我說 假如沒有在那樣子的前提底下的時候 心安 則身安 還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不好 你放之心是什麼 如果求回來 這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跟我講一樣 就是你的心都外面跑啦 你跟你的思想啦 情節啦 意識形態啦 欲望啦 這個 這些種種跑掉了嘛 所以我這個事情 就是要收一方之心 讓它回到槍子裡來 要遵你自己真實的心 養它這個心 恰恰就是收放心 好 一件事情 好大家晚安 好 晚安 好 謝謝老師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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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